血酸如果不小心掉到新刺裡面去 新刺一個收縮 他就把那個血酸打出去我們全身去的動脈 如果運氣好一點 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運氣不好可能就會導致一些 四肢的缺血 突然腳會貼掉壞死 或者有些人運氣不好可能就是突然 長缺血 那個很急性的長缺血可能還需要開刀 運氣最差就是可能會變成縱風 甚至有很少部分病人 這些打出去的血酸 會直接進到冠狀動脈 這些病人就會立刻變成急性心理肯栽 那新防戰鬥大部分人的症狀 其實他都會感到有心計 他有可能跳得快也有可能跳得慢 那有可能跳得不會走也可能不勝規 有些人則是會以心計來表現 那因為這種心防戰鬥 他不是一個有效的收縮 有些人會覺得容易會有呼吸困難 甚至活動一下就很容易覺得疲憊 有些人就會覺得頭暈 那甚至有些人會覺得他的尿液比較多 因為這些心防戰鬥的病人 他會導致一些心防可能之後久了就會容易比較擴大 心防擴大之後 我們身體其實會分泌一個叫做BMP的動機 BMP、A、BMP的動機 這種東西出現也會導致我們人可能會變得尿比較多 那最麻煩的其實就是有些人不是完全沒有症狀 如果你平常心率都是正常的 你突然有一天心防戰鬥出現了 他的心跳速度很快 那你可能會有症狀 那有些人他很平常心跳是OK 到某一天他可能開始已經變成心防戰鬥 但是他的心防戰鬥 心跳速度可能沒有很快 可能還是一樣 每分鐘六十七八十這樣而已 我剛剛說的每分鐘三百那是心防速度 我說的心跳速度現在是心吃的速度 可能你每分鐘其實也六十到八十 那這些病人有些他也是不會有感覺到他有任何的不舒服 那這他有可能去檢查 那之後發現其實他是一個心防戰鬥 但是他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會完全沒有症狀 那這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那我剛剛講的我們得心防戰鬥病人 他的中風幾率就是一般人的五倍 那得到心防戰鬥這些病人 我們還有一個分數來看他的中風風險幾率到底多高 那是所謂Trasposed score 那這個分類是依據C就是所謂行量衰情 然後高血量、免激腸癢病、中風性別 或是他沒有其他血管疾病 那分數從最低到最高 他每年中風幾率大概從0.7%甚至高到20%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些危險因子更高的話 他得到風險、中風風險會更高 我們也會依據這個分數來決定病人 使用抗瘾血藥的好處 與其壞性到底是有多高 那以前啊 比較早的觀念可能都是使用一些Asclip抗酸痛 來針對心防戰鬥病人使用抗瘾血藥 來防止血栓的行程 那其實目前是越來越多證據說了應該是要用抗瘾血藥物 而不是用傳統的Asclip抗瘾這種 那我們傳統的一些抗瘾血藥物啊 像是可麥丁 可麥丁它的缺點就是它如果使用的話 它需要定期監測它的濃度來調整劑量 對病人、對醫生來說都是比較麻煩 那現在有出現新型的抗瘾血藥物 它只要規則不用其實效果就都有出來 而且它的安全性也不會比傳統的靈脈一定還要差 那西方在動出的藥物的治療 沒有防止血栓的行程啊 有些病人可能它不適合吃 血栓的藥物它可能一吃就會 不適合吃抗瘾血藥物 它可能一吃就會容易哪裡出血 一些其他的故事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也有其他的治療方式 像是一些類似新刀款方式 進去新房裡面找出那些不正常的序號 來把它用射棉消融書 或是動氣球治療書 有時候如果病人也是不適合這種 或是他剛好心臟要開刀開其他的手術 有時候我們會建議順便把左心的那邊 把它切掉、避合起來 因為我們這些血栓最容易形成的位置就是在左心 那開刀如果你要開清張 順便把那邊開刀把它處理掉 其實你會減少之後 病人得到一些中風的可能性 那我這邊來分享一些病人的例子 那第一個病人就是七十幾歲的女性 她因為開始出現頻繁性的症發性性感染症 可是她 我就覺得她這個病人可能平常就有 只是她意外被家人量起來 量到心跳很快才發現 那說她平常都沒有什麼症狀 其實她活動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那她的分數其實算起來是四分 四分每年 中風風險大概是百分之五 她附近 那其實算是還蠻高的 那目前用藥物治療的情況下 其實她的心跳是有回復正常 她目前也都沒有發生什麼不良的事件 那第二個病人 她應該本來就有一些心房殘動 只是都是在其他的 其他的 我們有診那邊看 沒有看我們心臘科說 一直累呼吸 直到有一次肺部積水之後 把我們 背成我們心臘科醫師來接手 才發現她有那個所謂的 她有那個心房殘動 那這個病人目前使用藥物 抗寧血藥也沒有發生什麼不良的事件 那她分數跟197 跟這個中風 跟每年有到達 她就死了 那第三個病人 這個也是一開始都被 被忽食了 也是之後到我們這邊才發現 那她分數也是有4分 她目前使用一些藥物都還OK 那這些病人吃起來都OK 啊當然也是要吃一些不OK 當然有些吃了 有些有負責 這個我講的 第一個這個 她也是都出現一些 被症發性的心房殘動 那她分數血蠻高的 算起來是5分級 中風重建核 每年的房子 把她附近 那所以我給她使用一些抗寧血藥物 可是她就是去年就突然出現一次 陰膀磨下出血 那 這個就很不幸 她可能 可能是和這個藥多多少少可能會有一點關係 她之後可能最不適合使用抗寧血的藥物 那針對這種病人可能就是適合去做一個心導管房子去把灼性的那邊把它閉合起來 或是用電燒的房子去把她的心房殘動直接把它處理掉 就是因為針對這種病人可能就比較適合這麼做 那還有另外一個病人可能病 她比較久了所以我臨時找不到她的病以後 她也是 因為心房殘動到我們急診 到我們急診之後 然後 那時候才發現她有心房殘動 那我就開始給她服用抗寧血藥物 結果吃抗寧血藥物 吃了回門診之後我就發現奇怪她的心跳有什麼 反而變得更快沒有得到一個控制 那溫兒才知道她的 我問她大便有沒有比較黑 她自己她也沒有說到 可是一眼就發現貧血很嚴重 有一個腸胃道出血 所以這種病人就是 平常要給病人吃這些抗寧血藥物 一定要告訴他們可能出現的步驟 要跟他們說平常在家要注意什麼情況下 一有問題就要立刻回診 不要有的時候等到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再回診 那所以有些病人我們就是要 警察評估這個病人 到底她不用抗寧血藥物 她的好處到底是多於壞處還是壞處 多於好處 然後要跟病人味道 平常到底是要注意什麼事情 這樣子對病人來說也是比較好 那我今天可能就講到這邊 請問各位媒體朋友 有什麼問題要跟我們張醫師討論的 院長還有副院長以及張醫師 大家好 我這裡有一個比較屬於明獲的問題 就是說您說的心臟病的話 大部分很多的像你剛講的情況 但是好像最近這些年來也有很多 不明原因的過勞 過勞方面的心臟問題 那我不曉得 是